從Lobby開始看到很多圓形和線條 重疊起來開始製作這個設計 當初的考慮是我們覺得一個戲院 會播放同時間幾套戲 其實是代表不同故事在發生 我們就用不同的線條重疊 去演繹不同的一個洞出來 一個個不同的範圍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進入了不同的空間 其實以前的賣品都是在樓上的 我們就將它帶來樓下 我們多了一個合作 觀眾又可以享受他們賣多些東西 然後進入了一個屋子 記得以前其實比較暗一點 我們就想有一個新的感覺 可能整個整體的感覺較亮一點 以及整體感覺較硬一點 再進入了戲院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在椅子上 做了一個屋子屋上面會有些調整 即是寒距 以前的戲院是950 我們現在就會做1100 影廳是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看到現在這裡 這裡有四個屋子 其實我們想做出不同的感覺 有不同的顏色 長身上看到很大範圍的一些圖案 我可以這樣說也不是說有很多 擁有很多企業 甚至我們會把長身的裝飾做上天花 因為都要一些時間和金錢去投資 還有這裡也挺有挑戰的 因為由交場到開場 其實只花了75日 進入的時候 其實不要以為之前是一個戲院 就比較容易做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拆掉所有的東西 在條例上 我們都要輔助 所以令到中間是有一點點限制的 因為我們亦都想 其實中間食的時候 我們想做很多改善 但可能都是因為條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做不到 即是活動性沒有那麼大 其實你們再反查一些資料 你會知道其實白安山戲院 以前其實都是由兩個大房子 去拆造四個房子 那它舊時候其實是SNOPE 即是你進來 其實你去看電影 這些是比較舊式的戲院才會有 現在的全部都是做了梯級的 所以我們 第一 我們都有研究過做梯級的可能性 但是可能都外乎於 loading 一些building surface的問題 可以做不到 第二 我們那時候就想其實加位 或者是我們將 你會看到 iol在中間 其實我中間才是最美的位置 但因為之前入職的時候 可能有些防火條例 有些消防例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保持這些 原油的規例 所以我們就改不了那些東西